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剛剛的這個星期一 中印雙方軍人才在邊境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全世界現在都聚焦在中國和印度 到底這兩個國家會分別採取什麼的解決辦法呢? 在昨晚中國的兩項應對措施出台 第一項就是通過中國控制的亞投行 向印度提供巨額貸款 第二項就是由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緊急打電話給印度外長 雙方對話的內容無非用12個字就可以概括了 以和為歸、合則兩利、鬥則兩相 故此大家可以看到 大陸政府在處理中印關係的時候 他就是採取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 所以他無論怎樣口硬 怎樣做文宣都好 其實已經暗地跪下了 就是不想和印度糾纏下去 這個方向就很明顯了 首先來說 昨天晚上傳出一個消息 說中國控制的亞投行 將會向印度方面提供7.5億美元 即是折合大約53億人民幣的貸款 就是用於應對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而在今年5月初 印度方面已經從亞投行的數 拿到5億美元的援助 那筆錢給了印度 本來已經是用來購買醫療設備 增強檢測能力 以及改善印度的醫療系統 現在額外又再給7.5億 到底這一筆貸款是貸款 還是賠款還是怎樣 就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昨天根據外媒的報導 就說雙方的拉柴比數就是43比20 老解就是43 印度方面就是20 到底這7.5億 是不是用來安撫印度方面 不見了這20人 如果是的話 都非常昂貴 大家隨一隨便知道 7.5億除20 即是多少 即是3750 是不是 3750萬 對於目前經濟下行 和捉襟見肘的中國來說 當然都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但不要緊 由於亞投行 就是中國控制 既然在星期一的時候 都已經發生了中印邊境衝突 中國絕對有能力 要求亞投行 就住批給印度的貸款 先暫停一下 先扣起 但中國就沒有這樣做 顯然中國就是要向印度釋出善意 就是要來安撫印度政府的情緒 當然只能夠是印度政府受惠 因為你的錢是借給印度政府 而不是借給印度民眾 所以民眾仍然是非常鼓噪 非常憤怒 這就是政府和民意之間的落差 事實上 莫迪現在迫於無奈 在昨晚的時候 終於走出來說話 就著這個邊境衝突 是表態 他就說這些勢去的兵士 是不會白白犧牲的 措辭相當強硬 除此之外 莫迪還說到 說印度是從來都不會主動作出挑釁的行為 但是 同時印度也不會在國家尊嚴和主權上妥協 印度是渴望和平的 當面對挑釁的時候 是有能力作出適當的回應 為何莫迪拖到星期三晚 他才走出來作出這個表態 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因為印度方面 他們都不想將中印衝突進一步升級 對於印度來說是沒有好處的 印度方面是心知肚明 故此 印度方面也是因然接聽來自中國外長王毅的電話 雙方也取得了一個共識 就說同意要將這件事情公正處理 待會我們再講一下這一通的電話 好了 除此之外 中印雙方的高級軍官 也很快地展開了滑船 大家很快地坐在一起去談 盡快想將這件事件冷卻起來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莫迪也要面對國內的民意 由於現在很多印度的民眾都是怒火中笑 都感到非常不滿 甚至乎有人走上街頭遊行 甚至乎在網上呼籲印度民眾要罷買中國貨 故此莫迪也要被迫出來回應印度的民意 至於中國方面是怎樣 似乎沒有任何領導層出來說話 最高級的就要數到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他在昨晚緊急地致電給印度外長蘇傑生 到底兩個人在談甚麼呢 首先王毅說 印方再次跨越實控線 蓄以挑釁 甚至攻擊中方前往現地交涉的官兵 進而引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造成人員傷亡 中方再次向印方表示強烈抗議 實情在這些邊界爭議當中 就很難說哪一邊對哪一邊不著 為甚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說是 你進犯了他的實際控制範圍 由於這條所謂的實際控制線 就不是一條真實的線 是一條虛耳線 就沒有噴了一條紅線在地上 畫了這個就是我的 這一邊就是你的 沒有的 更加不會像朝鮮和韓國那樣 在邊界那裡裝了鐵絲網 是沒有這些事情的 由於這條線是虛耳的時候 而且連街碑也沒有 那你怎樣去判斷誰是侵害哪一邊呢 所以這個一定是口同鼻爭 是沒得說的 就說個信字而已 如果說個信字 就看看哪一個國家的信譽好 這件事說你也多餘 好了 其實王毅也是先小人後君子 接著他再說下去 說中印兩國都是十億級以上人口的新興力量 加快實現自身發展振興 就是我們各自肩負的歷史使命 為此雙方的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才是正道 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 反而相互差跡相互磨擦是邪路 違背兩國人民的根本願望 雙方應該要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即通過中印邊界特別代表匯應機制 邊防部隊匯應機制等既有的渠道 就妥善邊境事態加強溝通協調 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即是要適時寧人 都說得非常清楚明白 所以不知為何有些人經常說 中印雙方會打起來 已經在星期一晚43比20 完了 不能再打 雙方也不想要進一步提升衝突的層次 另外根據中方聲明所說 中印雙方同意要公正處理加勒曼河谷衝突所引發的嚴重事態 並且儘快要就局勢降溫 連官方聲明也是這樣說的時候 就證明得到我們一直以來的判斷是正確的了 好了 現在中方說想降溫 但是印度的民眾肯不肯過你 就另外一回事了 大陸有些人經常有這樣的思維 就是想著 此子挑遠的吃 即是選一個好欺負的來欺負 但是印度一點都不好欺負 雖然受制於北傑民運動的影響 印度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一直都跟歐美國家保持著一個適當的距離 就沒有說非常靠攏他們 但是這個北傑民運動是在1954年的時候 印度前總理尼克魯創辦 來到現在莫迪執政 他在最近兩屆北傑民運動的大會 他本人都沒有再出席 而是派了副總理前往出席 這個在印度歷史上也未見過 到底在外交政策上 印度是否準備一些微調的動作 連印度本地的媒體都開始猜測 究竟莫迪是否想搞多邊的外交主義 而不再堅守所謂北傑民運動的宗旨等等 好了 當然還未有一個定論 但是現在在中印邊境這樣搞一搞 無疑是把印度推到歐美那一邊 尤其是推到美國那一邊 有兩點大家可以看 第一 美國總統特朗普先前曾經說過 說要介入中印之間的衝突 他就想充當中印之間的橋樑 但是當時 中印雙方都是分別拒絕了特朗普的好意 第二件事就是 特朗普就說要邀請印度 都出席G7工業國的峰會 即是在G7工業國之上 再加上印度、韓國、澳洲、俄羅斯 俄羅斯就說不去 韓國就說了給他聽說要去 現在印度就去硬 為什麼呢? 反正跟你中國搞得那麼僵 他始終都要有一個靠山 有一個盟友來支持 說就說不結盟運動 但是可以加強和美國之間的合作 事實上 現在還有很多印度的民眾 仍然是興過火屎 他們不僅走上街頭那處示威 叫囂、喊口號 而且還圍起燒中國製造的貨品 手機和領導人的超像 而且還有很多網民在Twitter上 呼籲其他印度的民眾 要罷賣中國火 這次真是中國賠了夫人 又折兵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